第一章,你们听说过剪尸吗?就是女性喝多后,被那些个蹲点的臭男人剪回家。我就是众多罪尸中的一条。醒来后,我很伤心,很委屈,于是我选择嫁给了他。 可我家那个死鬼结了婚,也不知道收敛。狗改不了吃屎,总喜欢偷星,我真的很生气。趁他又要出去捡罪尸,我猛地将他敲晕。妄想躺在地上,像猪一样臭烘烘的东西,我很苦恼。 我不是很擅长开膛破肚,我力气太小了。鲨鱼都怕,还好我提前买了把斧头。还是斧头用起来顺手,一斧头下去,腥臭的鲜血蹦见我满脸。我抹了把脸上的血迹凑到鼻尖闻了闻。 胖臭!真心,怪不得总喜欢偷星。原是血液里就被烟砸得腥臭浸透。扫尸满地的肢体,我伤心欲绝,我没老公了。我抹了把眼泪,弯着腰在屋里找了半天。终于在墙角找到了我老公的眼睛。我与他深情对视,你死了,我没老公了。我们都是可怜人,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会重新找老公的。说着,我竟有些气愤。你这个死鬼,你知道小时候别人都叫我什么吗?坏中,牙字必报的恶女。算了,和一个死人计较什么?我收起死了老公的悲痛情绪。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我起身去浴室洗了个澡,换了新套衣服。处理完那个死鬼后,我买了张车票出去旅游散心。我去的地方比较偏僻,让警察找到,我可就不好了。 人生处处处是惊喜,警察没找到我。人贩子找到了我,人贩子一行三人。从我下车,就盯上了我。尾随我来到镇上的菜市场。我饿了,来找口吃的。 吃完准备走的时候,带头的老婆子,上前找我搭讪。我余光瞥了眼其他两人,已经消失不见了。老婆子捂住肚子,着急对我说,姑娘,我是下乡人。第一次来镇上,身上只有几块钱,还要留着坐车。您能发善心,给我买包卫生巾吗?我月是来了。买完地到厕所给我就好,我在厕所等你。 我瞄了眼菜市场对面的警局。这帮人胆子真大,顶风作案。好的,我爽快答应。忙不迭地跑到小店去买卫生棉,刚进入厕所。下料的毛巾骤然捂住我口鼻。醒来后,发现我手脚被绑,人已经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上。人贩子一行三人,坐在我对面。 几人恶狠狠地瞪着我,给我老实点。我乖乖点头,请问你们要给我卖到哪里啊? 带头的老婆子叫赵姨,她疑惑地观察我。你知道我们是人贩子。我解释说,刚刚迷迷糊糊间,听见你们要卖我。 赵姨嘴巴一撇,警告你,别想耍花样。落在我们手里,你插翅膀也难飞。赵姨还说,要把我拐到封闭的大山里。 这可给我高兴坏了,第二章到了山脚下。有个壮汉接应,应该是请来看着我。 防止我逃跑的,上山的路险峻难行,也就算了。下车后,又汤河又过锁绳。 又沿着陡峭的山岩攀爬许久,才到了通往村里的路。 怪不得电视里总说被拐卖的人,难以逃离呢。 这要是大半夜摸黑走。 一不小心,失足不是淹死,就是摔死。 除去上山,又大概走了半天,终于进村了。 村里人纷纷看向我,他们手里拿着镰刀。 目光阴森骇人,看到我很不舒服。 赵姨一行人给我带到一座大院里。 还没进门,就隐隐听见里面传来男女不堪入耳的喊叫声。 看见院子里的场景,我只能用瞠目接舌来形容。 一群年轻女性像牲口一样浑身赤裸拴在院子里。 有的被关在铁笼里。 他们被折磨得神情呆滞。 双腿间不断往外渗出黑红色的血。 好几个人身体上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疹。 应该是做多了,得得性病。 赵姨推着我往里面走。 她说,你要是不听话,下场就和他们一样。 有的是办法治你。 我想,人贩子把不听话的拴在院子里。 应该是想给新来的杀鸡锦后看。 我小声问,赵姨,你现在想把我怎样? 赵姨翻了我一眼,站屋子等着。 我们已经通知村里的光棍,买买媳妇了。 有人看上你,就去和人家好好过日子,给人生孩子。 你要是不听话,就会被送回这里。 我们会好好给你改造,改到你服为止。 我听话,我重复,我听话的。 赵姨似乎对我很满意,还是你识时误。 院子里这些个丫头,清高得很,打得半死。 让一堆人糟蹋都治不服,还老想着要跑。 都到这里了,是这么好跑的吗? 说话间,村里的光棍都来了,我真的是服了。 一个两个挑媳妇还带着老母,都是妈宝男。 丑见最后面拄着拐棍,牙都掉光的老头,我惊讶问。 他也是光棍啊,都快入土了,还没媳妇啊。 赵姨随着我的视线望过去,他呀,他是李老头。 别看他拄着拐,身体硬朗得很,就是脾气太差。 买了好几个老婆,都被他打死了。 这样啊,一帮臭光棍走过来围着我转, 闲珠手摸上摸下。 有喝,赵婆子,这次质量不错嘛。 我咳了一声,都占我便宜不好吧? 不是给我未来老公难看吗? 这句话说完,他们老实了。 毕竟我有可能成为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老婆。 谁都不想让自己未来老婆被其他男人碰。 没过一会,在山下接应的那个壮汉也来了。 赵姨冲他招手,快来,你看能不能看上。 他也是这村里人,人都齐了。 赵姨当着众人面问我,你是除吗? 第三章除卖的价格高,不是除价格低点。 我眼睛一转,泪眼婆娑地哭了起来。 我和老公结婚不到一年,老公就跟别的女人带球跑了。 我就是去找他和那个小三的,结果被你们抓来了。 我虽然不是除,可我也是正经过日子的好女人啊。 低头委屈的时候,趁别人不注意。 我都一直盯着我看的李老头放了个电。 抬头的时候,又对旁边的壮汉放了个电。 好了,赵婆子,你就把他当除脉吧,他长得好看。 我们认了。 对,就是,能好好过日子。 不跑就行,一帮男人附和着,除了他们的老母。 怒骂他们是败家子,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赵姨让他们安静下来,开始喊价拍卖。 谁出的价格高我就得跟着谁。 出价最高的是李老头。 其他人有老母拦着不让出价。 赵姨问我,你这个丫头不错,你愿意跟李老头吗? 毕竟他年纪太高了,你要是不愿意。 在他们当中挑一个也行。 我刚刚哭诉卖惨,帮赵姨卖高价,他果然帮我了。 刚刚对着放电的壮汉呼呼地举起手,选我。 你跟他老不死的做什么,跟着我保准让你幸福。 李老头怒气冲冲,举起拐棍,朝壮汉身上挥。 信不信我打死你,壮汉一把抓住李老头的拐棍。 信不信我让你这个老头活不到明天。 我打断他们,别吵了,李先生出价最高。 我跟着他,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会好好伺候他的。 众人都感叹我是个好女人,只有那个壮汉死死地瞪着李老头。 我跟着李老头回去的当晚,他死了。 李老头死得很惨,被人卸了很多块。 大腿肢体旁边还有一把斧头。 村里一时炸开了锅,我惊吓过度,蹲在外面不敢进去。 赵姨与村民陆陆续续赶来。 大家都在讨论凶手是谁。 村里一些妇人说是我杀的。 肯定是这个贱女人,看来老头年纪大,不想伺候她。 把她杀了。 我抽气哽咽,我委屈啊。 我一个柔弱的女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分尸呢? 我又不是个壮汉。 提到壮汉两字。 村里人恍然拍手。 昨天赵明和李老头抢女人,说要把李老头杀了。 还说,让她活不过今晚。 李老头不会是赵明杀的吧? 村里人警惕地拿起手里的镰刀。 不约而同,指向赵明母亲。 王沈,你儿子呢? 村里出了这么大事,他人怎么没来? 王沈协瞪我一眼,然后解释。 他晦气,客夫。 把李老头客死了,关我儿子什么事? 我儿子去哪里了,你们心里没数吗? 新来的女人,到了,我儿子下山去接了。 死了一个老头罢了,得罪我儿子。 以后谁替你们爬山涉水下去接人? 没有这些女人供隔壁村子寻乐子。 你们靠什么时候吃饭? 我抬眼看向王沈。 长得尖酸刻薄,一副精灵样,一看就是和我一样。 是个坏种,第四章难怪。 昨天刚进大院,就听见屋子里传来银会的声音。 这个村子不仅拐卖,还卖银。 靠拐卖来的女人养活这个村。 来了一天,我算摸清了村里的结构。 赵姨和村里人负责轮流出去拐人。 村长是这些人的老大,负责安置拐卖来的女人。 和处理售后,拐来的女人先由村里光棍挑。 挑重的买下来,带回去生孩子。 没挑重的,放到院里接客。 女人卖身的钱,由村长评分给村民。 等于是,这全村的人都是人贩子。 拐人上山,需要个壮汉跟随看着,防止人逃跑。 村里壮汉本就不多,加上赵明力气又大。 平时都是他负责下山接人。 所以,就算是赵明杀了李老头,大家也敢怒不敢言。 王神给另外一个妇人使了眼色,那妇人会一开口。 好了,都散了吧,李老头后事,我通知村长来处理。 人都走后,赵仪给我领回了大院,重新让村光棍挑选。 因为,我刚嫁给李老头他就死了,村里人嫌隔应。 都不敢要我,赵仪说,如果没人要我,我就得去接客。 好在赵明回来,给我挑走了。 走之前,拴在院子里的一个裸体女人小云。 他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 赵仪瞧见,我和小云说话。 富尔和赵明窃窃私语。 说完后,赵明脸上笑意皱消,若有所思看了我一眼。 跟赵明回去路上,他一言不发。 我主动将小云给我的纸条交给赵明,轻易地叫他。 老公,刚刚院子里有个女人给我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有条小路能逃出去,他什么意思啊? 我挽住赵明胳膊,他们为什么让我逃走啊?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过日子在哪里过不一样,对吧? 赵明搂住我的腰,阴沉的脸色缓和。 我还以为你要逃跑呢? 纸条是我妈让小云给你的。 她说,你不是个好女人,不同意我要你。 才搞得这出,幸亏你通过了考验。 说明我眼光还不错,以后你就跟着我,好好过日子。 我微笑点头,好的。 赵明和我说,她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村里做什么事,都要先询问她的意见。 说白了,她在和我炫耀,她在村里的地位。 小云给我纸条的时候,我就察觉不对劲。 有逃跑的小鹿,他们不逃走,还轮得到我。 这个村里,真是谁也不能相信。 何况,我根本不想走。 我好不容易让人贩子把我拐到封闭的大山里。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躲警察最安全不过了。 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让村里人相信,我是个安稳过日子的好女人。 主线目标,活着。 快到赵明家的时候,她和我解释。 那个,不管你相不相信,李老头不是我杀的。 我笑慧,我相信你。 我刚踏入赵明家。 她妈妈王沈就给了一个厉害的下马威。 第五章,一年内生不出孩子,就给我滚去接客。 我内心冷笑,生你个球,上厕所没擦嘴。 当场就喷粪,我心里骂完她。 脸上挂起,笑拉住王沈手。 哎呀,妈,您就放心吧。 我保证给你生的大胖孙子,王沈厌恶地甩开我。 见货,给你脸了,你什么货色也能叫我妈。 随时给你送到大院接客的货色,也配叫我妈。 能看出这个老太婆不是一般地讨厌我。 脾气这么大,真怕她火化的时候直接炸。 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也不需要讨好她。 哄好赵明就够了,夜里收拾完爬上炕。 赵明钻到被窝抱住我。 媳妇,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我们别浪费时间了。 赵明说着,伸手就开始截我衣服。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 老公,我身上来了,不方便。 赵明脸色皱暗,带着怒音,我不嫌弃。 草! 他想霸王硬上弓。 我又哄他,我都是你的人了。 又不会跑,急什么? 你读过书,你读过书,应该知道。 生理期做那个,男人会得病的。 我也是为了你身体着想。 我往赵明额头上亲了一口。 他面色终于缓和了些许。 你那玩意走得快不快? 我娇笑地拍了拍他胸膛,死鬼,讨厌。 女人不就那样,最多一个礼拜。 赵明紧抱着我。 行,好货不怕晚,那我就等几日。 我伸手熄灯,准备睡觉。 听见隔壁院里传来摔杂声,只听男人怒骂。 饭都凉了,还吃个屁。 你这个女人能干什么? 饭都做不好,你怎么不去死? 啪! 一记响亮的巴掌声响彻房间。 我好像听到了王沈痛哭的声音,求你别打了。 我不敢了。 我疑惑地问赵明。 家里怎么还有男人啊? 赵明拉了拉被子。 我老汉,你别管,睡觉吧。 隔壁断断续续传来王沈被虐打的声音。 一直到下半夜,我很奇怪。 能看出王沈对他儿子很好,他被打了。 他儿子怎么和没听见一样? 我本来以为王沈这样精明恶毒的女人会是一家之主。 没想到被男人打得痛哭嘶喊,也不敢还手。 过了几日,我还发现一个更加奇怪的事。 王沈看赵明的眼神不正常,很暧昧。 我以为是我想的多了,直到赵明下山接人,给我买了套新衣服回来。 王沈竟然吃醋,要把我赶走。 我是被买来伤孩子的。 把我赶走,难不成他要自己伤? 我从一开始就纳闷。 赵明身高体壮,长相也不算差。 怎么会沦落成村里的光棍? 除非是王沈从中使手段恶意刁难,不让他娶媳妇。 思及此,我细思极恐。 乱伦? 我本来只是怀疑。 王沈接下来的行为,证实了我的猜想。 刚过五十,家里男人都出去了。 王沈面容,阴狠瞪向我。 眼底恶毒的目光,四寒真是的。 他抬起腿,一步步朝我逼近。 第六章,不要脸的二婚女。 你配得上我儿子? 他猛地薅住我头发。 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 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很恶劣,尔虞我诈。 我妈妈告诉过我, 当有人欺负你的时候, 你就得还回去,千万别染。 退一步海阔天空是错的。 人一时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妈妈还说过, 在别人没有展现恶意的时候, 那么就要收敛起自己的锋芒。 别人自己陷入险境。 而现在,我要还击了。 我伸手缓缓摸向别在腰后的尖刀。 欲抽出时, 刚出去没多久的赵明回来了。 我只好收回了手。 赵明见他母亲薅皱头发, 赶忙上前制止。 将我牵到他身后, 质问王沈, 妈你在做什么? 赵明护着我王沈更气了, 气得面部扭曲直跺脚。 他就是个狐媚子, 又骚又剑, 给你下药了。 财迷的你晕头转向, 听妈的, 让他滚。 妈重新给你买个女人回来。 我躲在赵明身后挑眉回队, 买谁回来都一样吧。 你儿子对谁好, 你就和谁不对付。 你这个当妈的, 该放手了。 他不找女人难不成和你过一辈子。 你能给他生孩子? 王沈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极为难看。 而后眼睛一转, 撒泼似的往地上滚。 我不活了。 被个贱女人侮辱, 对儿子有想法。 我可怎么活啊? 我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 不帮我, 帮个外人。 我死了算了。 能看出赵明很为难, 毕竟我个外人。 而地上的是他亲生母亲。 好了妈,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解气不闹。 王沈听到这话, 立马停止哭闹, 抬手指向我。 除非把他送到隔壁接客几天, 我才能气消。 够了妈, 赵明宁起眉, 别无理取闹了。 他是我媳妇, 送去给别人玩笑话吗? 我们家现在又不缺钱, 也不需要他去接客赚钱给我们花。 等他给我生的大胖小子的, 再把他送过去赚钱。 现在送过去, 被人玩脏了。 我都不知道, 孩子是不是我的。 听赵明说出的话, 我毫无波动。 这村里本来就没有一个好人。 我能做的就是, 他还没把我送过去, 先杀了他。 王沈拉着儿子在屋里骂我, 懒得理他。 我端着板凳, 走到大门口坐着。 看见隔壁大院里, 陆续抬出了两具女人的尸体。 踩来几天就死了两个。 真吓人, 这村里人是魔鬼。 傍晚时分, 我不知道王沈又要搞什么花样。 他和我说, 赵婆子喊你去大院。 他说完不屑地翻了我一眼, 静止走向屋内。 赵姨叫我定然是要去的, 他是这个村的二把手。 得罪他可没好下场, 就怕是王沈做的局。 又要陷害我什么东西。 到了大院没看见赵姨。 看守的人喝多了, 他在门口睡觉。 礼物里依旧叫喊不断, 听着好像今天生意挺好。 有好几名男女的声音。 我扫尸一圈被拴在院子里的女人。 他们身上伤痕累累, 紫红的边痕遍布全身。 有的地方的肉已经腐烂, 苍蝇虫子围着腐肉咬。 他们麻木似的一动不动。 他们好像都没了活的欲望, 双眼涣散。 直愣愣地盯着天空, 一会儿哭, 一会儿黑黑傻笑。 我随着他们的视线, 抬头望向将黑为黑的天空。 他们在仰望什么呢? 在深渊里仰望星空。 可星星还没出来, 他们仰望的是自由吧? 第七章数十名女人中。 只有小云眼里有活下去的欲望。 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神里情绪很复杂, 有期待。 求助, 担忧, 害怕。 她希望我帮她。 又害怕我已经被村里人同化, 从而出卖她。 那么她就会被打得更惨。 犹豫挤顺, 她还是朝我招了招手。 我走到她面前。 这次才看清楚, 她身上的伤口都已经身疮流浓。 胸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咬下一块肉, 还趴着一条蠕动的蛆, 常年虐打加上杰克。 她嗓子已经彻底喊坏了, 发出的声音怪异嘶哑。 邦, 邦, 我。 小云和我说, 她是明大学生。 和赵明氏同学, 是被她骗上山的。 她说, 她想活着。 每天被不同的人欺辱, 她每分每秒都想死。 但她不能死, 她说她爸妈都不在了。 是年迈的奶奶将她抚养长大, 奶奶如今身体不好。 没人照顾, 她很担心奶奶, 她说她必须要活着。 她哀痛地说, 我被折磨的精神早就崩溃了。 她眼眶红润, 抬手指向院子里的女人。 我和她们一样, 其实早疯了。 让我保持清醒的, 是我奶奶, 我怕我疯了。 就不能照顾奶奶了。 救救我吧, 求你了。 小云苦苦哀求, 像在深渊里, 抓住了一条救命绳。 虔诚地, 像是在看一个神明。 她说, 上次给我的小陆地, 只是真的能逃出去。 她让我想办法出去报警。 我哼笑出声。 差点给她拍手鼓掌, 演得可真够悲情。 你不会以为, 我会相信你吧?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救你? 我这人, 天性凉薄。 没有同情心, 我在这里生活挺好的, 并不想走。 我逆了眼, 脸色惨白的小云, 转身离开。 身后传来小云绝望呢喃, 我只是想活着, 而已。 出了大门, 撞见赵仪和赵明, 趴在墙壁偷听。 果不其然, 又是王沈下的套。 这么无脑的手段, 他玩不腻吗? 赵仪和赵明此刻, 打心底认同了我。 相信我不会逃走, 破地方, 必是真多。 回去路上, 赵明和我说, 三天后, 村长请全村人吃饭, 会在宴席上, 给他们分辛苦钱。 吃完饭, 他们会将染了性病的女人都杀了。 然后, 拖到乱藏岗, 进行焚烧。 他说, 村里治病有限。 怕他们传染村里人, 把他们杀了。 你们不指望他们赚钱了? 我好奇地问。 赵明眼里金光一闪, 脸上挂着一副阴险的笑。 也不怕告诉你, 我们找到了一批新的女人。 下周, 有个旅游团, 要带着五个大学生到镇上毕业旅行。 说什么来体验乡下生活? 我们已经做好周密的计划, 就等着他们赶来落网了。 恭喜你啊, 老公。 又有钱赚了。 赵明提醒我, 这几天, 你都跟着我妈去村长家帮忙。 三天后, 宴席用的食物多, 你和我妈去打打下手。 嗯, 我点头, 晚上赵明侯急脱衣服。 都一周了, 你那个走了吧? 第八掌我摇头, 没有。 这次时间长, 再过三天差不多了。 赵明一瞬间拉下脸, 不耐烦地掐着我脖子。 你再玩我是不是, 信不信我弄死你? 需要我把卫生棉掏出来给你看吗? 我说, 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都已经跟了你。 这些事迟早要做, 刚好生理期, 我也没办法呀。 赵明不甘地放开了我, 三天后再找理由。 我就送你去接客, 说完他摔门处, 很快。 三天过去了, 赵明和他老汉都死了。 他老汉肚子上插着好几个酒瓶子, 身体被麻绳挂在悬梁上, 死状惨烈。 内脏掉了一地, 赵明更惨, 脸被尖刀划得血肉模糊, 生殖器都被割了。 我叹气, 又死家里了。 王沈回来, 惊恐地看向我。 缓了几秒, 他指着我怒骂。 你个贱人, 你杀了我老公和儿子, 我和你拼了。 我一把推开他, 抽出别在腰后的尖刀, 抵住他喉咙。 你说是我杀的, 就是我杀的, 有人看见吗? 他死死地瞪着我, 眼里凶光碧露, 充满了滔天的愤怒和仇恨。 我和儿子说过, 不能要你。 一看面相, 就像个坏种会客人, 他就是不听。 我胆啊, 你这个恶毒的贱女人, 你怎么能狠心下得了手? 我吃笑, 够了, 别装了。 人都死了, 还演呢? 他们不是你杀的吗? 我亲眼看见他, 我是想杀了赵明。 不过, 我打算晚上再下手。 更何况, 他老汉又没得罪我, 杀他干嘛? 今天宴席,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 准备和王沈, 就去村长家帮忙。 出门前, 王沈特地最好早饭端到床边, 给他老公和赵明吃, 看着他们吃完才和我出去。 我从小就善于察言观色。 我瞅着王沈从出门就心不在焉, 好像有什么心事。 开席时间是中午十二点, 大概九点多的时候。 王沈偷摸放下手里工作, 鬼鬼祟祟往家的方向走。 边走边回头环顾, 看有没有人发现他。 我察觉有些不对劲, 暗悄悄跟在他身后。 跟踪他回了家, 看见他进屋后立马关上门。 我小心翼翼躲避在院子里, 透过窗户。 窥见他拖着昏迷不醒的老汉 和赵明进行行凶。 我目睹了他杀人的全部过程。 我恍然想起早上的早餐, 王沈在饭里下了药, 难怪他出门的时候, 面上心事重重。 我很震惊。 震惊的是, 王沈杀他老公和赵明的时候。 眼里那鼓着阴七七逼人发寒的冷意, 浓烈的憎恨, 似一把锋利的刀。 恨不得砍碎他们的五脏六腑。 特别是杀赵明的时候, 眼里凶狠之意更浓。 嘴里重复着, 让你找媳妇, 让你找媳妇。 我很疑惑, 他杀他老公或许有理由解释。 他老公虐打他, 他想报复, 可赵明是他亲生儿子。 平日里, 他对儿子又很好, 甚至好过头了。 让人看了, 多有暧昧嫌疑。 所以, 他为什么要杀赵明? 难道是因为我的到来, 他吃醋? 变态扭曲的爱, 让他因爱生恨? 直到我听见他杀人时, 自言自语。 我才知道, 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 第九章, 王沈当年也是被拐卖来的。 他被拐来的时候, 怀有身孕。 他之前有幸福的家庭, 有深爱的丈夫, 而这一切都被人贩子毁了。 王沈被拐来的时候, 总想跑。 赵明老汉为了制服他, 把他拴在猪圈里。 日日折磨清犯, 导致他流产, 痛失爱人的孩子。 剧烈的悲痛导致神志恍惚。 刚流产没多久, 他又怀上了赵明。 精神失常的他, 生下了赵明。 生仇人的孩子, 刺激到了他。 王沈痛恨赵明父亲, 从而厌恶赵明。 几次想把他掐死, 都被赵明父亲发现, 夺毁了孩子。 赵明父亲很生气, 把他继续关在猪圈里折磨。 时间久了, 他被折磨怕了, 于是隐藏起了戾气。 赵明父亲以为他被制服了, 就把他放了出来。 渐渐, 赵明长大了, 长成了和他爸一样的恶人。 饶氏读过书, 接受过高学历, 依旧是得烂人。 吃喝嫖赌, 拐卖人口。 王沈能做的, 就是不让他祸害别的女人。 所以, 每当赵明找媳妇, 他都从中下套。 不让别的女人布他的后尘, 再生下个畜生。 直到他遇见了我这个难缠祸, 被我揭穿后, 王沈不装了, 他冷冷地笑了起来。 笑里像裹了刀子, 他们活着也是害人, 死了才不会毒害社会。 他们两人, 包括这村里的人, 今天要把那些染病的女人全杀了。 王沈抬手指向我, 你也是女人, 你难道没有良心吗? 你不会心疼他们吗? 我不以为然, 让你失望了, 我本来就没有心。 不妨告诉你, 我和这个村子里人一个恶行。 哦对了, 我根本不是去找老公被拐卖来的。 我是杀了前夫, 故意躲到这里, 躲警察的。 王沈不甘心, 还继续给我洗脑, 让我别向村里告发他。 最后进口出狂言。 让我加入他, 杀了全村人。 解救今天要被杀的女人们。 他满目期待地拉住我的手, 那些个染病的女人。 只要得到医治都会康复的, 我们救救他们好不好。 我知道有条小路能逃跑出去, 只要今天把村里人全杀了那条小路, 就没人看守了。 我们就能带着他们逃出去。 小路? 我想起小云给我的纸条上面写的小路地址。 原来是真的, 原来王沈一直在暗示我。 我甩开他的手, 别做梦了。 村里那么多人, 你怎么杀? 先不说村里人。 光院子里十几个女人, 怎么弄出去? 他们之中只有小云一个是清醒的。 其他人要不已经疯了, 要不被打抵走不了路。 我们两个怎么可能把他们送下山? 据我所知, 隔壁村也是人贩子, 只是人不多。 我们一群女人走在小路本就惹眼, 别到时候逃了狼窝再跳进虎嘴里。 而且, 我本来就不是个好人,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做? 第十章, 我不干。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我非常喜欢这里。 王沈看我的眼神从期待, 恳切, 渐渐转变成充满杀意。 他慢慢往后退, 眼睛瞥了眼地上的刀, 他想杀了我。 王沈试图和我说话, 转移我的注意力。 时间来不及了, 马上十二点半。 吃完饭, 他们就回去杀了他们。 王沈迅速弯下腰, 捡起地上的刀, 飞快朝我心脏刺来。 既然你喜欢这里, 那就永远留在这里。 我抽出别在腰后的尖刀, 反转刀身用刀柄快他一步, 把他敲晕。 我这人, 敲人脑子更擅长了。 看着愕然倒地的王沈, 我冷笑着收起刀。 转身去宴席上找村民。 好谢, 要来了。 到了村长家, 刚好十二点半。 端菜的人陆陆续续在上菜。 扫尸一圈后, 我找了个空位置坐了下来。 我一直往碗里夹菜, 却没吃一口。 吃到一半的时候, 终于有人想起来问我, 哎, 奇怪, 怎么没看见你男人? 你公公婆婆怎么也没来。 我云淡风轻笑道, 都死了。 村民轰笑起来, 让你老公听见打死你。 我手肘搭在饭桌上撑着脸, 悠悠道。 你们还有力气笑啊? 什么意思? 村民问, 这时, 有的村民扶着额头说, 我怎么感觉晕乎乎的? 晕就对了, 我站起身, 因为我给你们下了药。 足够放倒石头牛的药量, 你们要是运气好呢? 就睡个几天, 运气不好中了毒, 那就只有死了。 村民们面目猙獰站起身, 说要杀了我。 还没走两步呢, 全倒地了。 我从容地回到座位, 等待着重要的人来。 过了半省, 好多辆警车鸣笛声响起, 游远渐近, 我展开笑颜。 终于来了, 三天前。 赵明说, 今天宴席要把院子里染病的女人全杀了。 第二天去村长家帮忙, 故意和村里妇人熟络起来, 聊成一片。 让他们带着我去隔壁村买菜。 趁着妇人们挑菜不注意的时候, 我将提前写好的信, 偷偷塞给邮寄员, 寄到警局。 我想, 大山道镇上警局来回三天时间, 应该是够的。 果然, 来了, 警察们刚停下车。 王沈惊愕地朝我跑来。 他瞅了眼韵躺在地上的村民, 困惑不解地问我, 你不是说不救他们吗? 我以为你这种冷血的坏种是没有同情心的。 我以为你已经被村里同化了。 没想到, 你居然冒着被警察抓到的风险, 报警救他们。 我看像朝我走来的警察, 没回他。 小时候, 妈妈和我说过, 掉入陷阱的猎人朝着天空开枪, 只是在自救。 希望有人发现他, 而非故意杀鸟, 我杀那些人。 只是在还击, 并不代表我就是个坏种。 别人伤害我, 我两处刀刃, 别人没伤害我。 我收起风芒, 我的初心从未改变过。 王沈又问我, 你是从什么时候决定救他们呢? 第十一章其实。 我也不知道。 我是从什么时候动了要救他们的念头? 我想, 是从刚进入大院, 看见他们像牲口一样被拴着, 被人侮辱, 被人折磨得神情呆滞的时候? 还是他们抬头直愣愣盯着天空, 一会儿哭? 一会儿黑黑傻笑, 渴望自由的时候? 还是小云和我说的, 其实早疯了。 逼自己清醒, 是为了她年迈的奶奶。 还是我小时候, 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所以我起了同情心? 我不知道, 是从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坚定的念头。 不过不重要, 我明确地知道, 报警这件事。 我并不后悔, 我妈妈也是被拐卖的可怜女人, 被迫生下了我。 我不喜欢将自己悲惨的童年和成年后被人强暴的经历描述出来。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 总是灰蒙蒙的。 我想做他们的太阳, 此般。 亦不算我这个恶人白活了一趟。 警察们把全村人全都抓了起来, 也将大院里的女人们都解救了出来。 我笑着和王沈迈进警车, 等待着法律的制裁。 警车里我问他, 不怪我害你被抓吧? 他摇头。 我感到解脱了, 警察疑惑看向我。 你在和谁说话? 安静点, 别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我在和王沈说话啊。 我看向坐在我身边的王沈。 她的身体在车窗外折射进来的阳光下, 逐渐消失。 我慌乱地抬起头, 无意瞥见后视镜离我的脸。 我惊恐地抚摸我的脸, 我怎么变成王沈的脸了? 哦, 我好像隐约想起来了, 我就是王沈啊。 一个被折磨得了精神病, 已经疯掉的女人。 一个从小在人贩子窝里长大。 成年后, 又被前夫捡回家强暴, 怀着身孕逃跑。 又被另外一帮人贩子 骗进大山里的疯女人。 到了大山里, 被打, 被骂。 被赵明父亲买回去暴力侵犯, 导致流产。 他赌钱输了, 又将已经怀孕的我 送到大院里接客。 那个李老头, 每次都便侮辱我, 便抽打我。 接完课回家, 还要继续被赵明爸爸打, 喝了酒打。 不喝酒也打, 我被打怕了, 每天双眼涣散。 像个活死人, 在非人的生活下, 我生下了赵明。 他简直就和他爸爸一样, 天生是个恶种。 小时候杀狗虐猫, 长大骗女同学, 把她们骗到山上, 逼良为娼, 组织卖淫。 我太软弱了, 被打的脾气全磨灭了。 可我想报复他们啊, 于是我幻想出一个恶女。 好像这样, 我就有了复仇的勇气。 女出现的第一天, 我把李老头杀了。 赵明那个坏种想找媳妇, 她又要祸害女人了。 我幻想出一个恶女, 潜伏在她身边, 随时准备要她命。 没过几天, 村里的畜生, 要把大院里染病的女人都杀了。 我更疯了, 该死的明明是这些畜生。 我继续幻想恶女, 我趁着去买菜, 偷摸血性报警。 恶女给了怯弱的我胆量。 我神志清醒地, 把恶种赵明和她爸都杀了。 终于都死了, 警察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说我被折磨的, 有多重人格精神分裂。 我冲着医生, 黑黑傻笑。 我是谁? 我是恶女啊! 晚安!